Facebook上有个名为 Patricio Toroza的账号 上传了这个恐怖的视频 能看到这是翻拍某个地区的监控录像 屏幕中显示在夜晚时的游乐园 当时空无一人 诡异的是 秋千 开始自己摇晃起来 而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 其中一个看测屏幕的人 更指出秋千处出现不寻常的影子 Youtube上有个名为 Tio Ocross的频道 也上传了相似的视频 Merecí 是嗎?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奇怪的事 你聽到嗎? 那是石頭,看 他們開始凹凸,愛情 一對情侶在經過遊樂園時 注意到鞦韆自己在晃動 於是他們走進查看 女子更出手 強制停止鞦韆晃動 之後他們同時感覺到附近有東西 而詭異的是 在無縫的遊樂園裡 竟然會突然落下樹葉 YouTube上有個名為 K.Sutton的頻道 也上傳了類似的視頻 只看著這個 不知道 why, I haven't touched it I've just been checking the surf and just noticed it just continues to go back and forwards the right one still a little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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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 few of them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the other one 也同樣傳了相似的視頻 我在家裡走 快去吧 一步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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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印度某个地区里的游乐园 能看到秋千自己先小幅度的摇摆 之后像失控式的激烈晃动起来 难道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又或许有其他的鬼魂在恶作剧呢 Youtube上有个名为Geeky Stuff的频道 上传了这个诡异的视频 这是关于男子放置在儿童房间的监控录像 发现奇怪的东西 Hi guys, I don't believe in ghosts at all I think it's absolute rubbish and all these orbs and energies and all that crap but I was filming on the dome camera a couple of days ago and I noticed something at the bottom of my son's bed which I'll also include a little screenshot of it if I can there's a picture, but you can just see it just there under there, like that now, I thought when I got the notification that my son had got out of bed and he was facing the camera at the bottom of the bed floor that was his little face 男子用手机展示当时的监控录像 他将画面暂停 能看到关灯的房间内 有个小孩睡在床上 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床尾处出现一张像是小孩的脸 but then when you press play on the video it flies off see that let's go back play it again flies off keep dragging it back you can just see it so I have no idea what that is there's no wind in there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 breeze the windows are all shut it looks a bit freaky doesn't it let's look at it I just thought I'd show you that guys see if there's any people out there actually believes in ghosts or orbs or any sort of type of energy what you think it might be or might have been but I've not spotted anything since 他起初还以为 是他儿子的脸 可当男子将视频播放时 那脸就飞走了 男子到现在还不明白 那个像小孩脸的是什么东西 YouTube上有个名为 adventure jasim the dark night的频道 上传了这个鬼的视频 bismi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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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麋 一人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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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时候 男子到一处废斥的建筑探索 他探索一阵子后 就莫名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之后 男子听到建筑里有声音 于是开始查看周围 期间不时听到不明的噪音 男子探索房间时 经过一个柜子 可当男子走远时 柜子竟然自己向男子的方向动了起来 还不知道他能够见到那些厚杯 荒职的 这是什么 不是这些人 不是我 我没想到 让它们记得到 我会和您们说 我会问 我会说 我会说 我要说 不然我的根本 我会先放开 当你闯了 之后男子再次经过柜子 当男子背着柜子时 他又再次动起来 在这之后 男子听到周围传来噪声 他很肯定地往发出噪音的方向跑去 可当他来到目标房间时 里面除了垃圾 并没有人在 我去哪层 我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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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起来 我喜欢躲在一边 有个声音 她离开飞里面 我都知道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子接着探索建筑 突然周围传来某种音乐 男子立即顺着音乐的方向走去查 可当要靠近那音乐源头时 音乐又从另一个地方响起 男子试了几次 一直无法找到音乐的源头 在男子走楼梯时 还有东西朝他飞来 最后 男子意识到情况不妙 就立即离开建筑 Tito上有个名为 LQQTV的账号 上传了这个诡异的视频 当天夜晚之时 男子下班回到家 发现有个娃娃站在饭厅处 正当男子觉得很困惑时 娃娃自己缓缓地转向男子 他被这样的情况吓得立即逃出房子 男子上了车 准备离开时 突然感觉到后座有东西 于是他开灯查看 当他一开灯 就看到房子里出现的娃娃 在后座 这让他吓得大叫起来 似乎男子去到哪 娃娃就会跟到哪 Youtube上有个名为 State Basement89的频道 在2011年2月 上传了这个恐怖的视频 女子在她室友外出时 打开她的游戏机 玩了起来 并请朋友拍摄视频 打算在室友回来时给她看 介意捉弄她 视频人看到女子 正在玩着 打鼓的游戏 朋友则在她后面拍摄她 在镜头经过门的瞬间 似乎记录到某样不寻常的东西 放慢视频人看到 门后有个身穿白胖的女子 站在那里 可一会当镜头 在转回门口处时 女子就消失不见了 就有网友觉得 那女子不是人 而是女鬼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订阅天马行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